然后看一下方向盘 然后它方向盘上面这旁边也是这种类似于触屏的按键 但是它是实体按键 它不是触屏 你看它是实体按键 它不是触屏 然后如果你熟悉了之后呢 这个按键就操作非常好操作 然后就旁边还会配备了拨片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 如果你不是一个运动版车型的话 其实你这个拨片有一些多余 因为我觉得开这个车的人 大多数他都不会用到这个拨片 所以如果说你给了运动版 像这个车是一个运动外观的车型 然后如果说你给了运动版 你用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很多人现在有多少人会用到这个拨片呢 对不对 然后这个屏幕 屏幕的整个清晰度是没问题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阳光 午后的阳光比较大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就会相当于一面镜子 你看我现在穿着黄色的衣服 然后这个里面全部都能反射出来 包括这面就更明显了 就是整个反光非常的明显 然后它如果上面再遮一下 稍微遮一下 我觉得这种显示的清晰度会更好 好 谢谢大家